各位好 今天外国人研究协会准备第一次怼人了 事情的起因是2019年6月20日 世界顶级学术期刊Science发出了文章 据起来说就是由测试给城市的警察局 旅馆和公共服务机构 上交带有个人信息和不定量金额的钱包 统计工作人员与师储联系的概率 值得一提的是 在参与测试的40个国家中 中国排名倒数第一位 实验人员加装有姓名和邮箱的 个人信息卡片放入钱包里面 根据我们的经验 我们发现在中国邮箱 不是大家日常交流的方式 所以为了证明我们的猜想 我们学生一起进行评计测试 我们的实验比较简单 将带有联系方式和与实验相同的 不定量钱数放在30个钱包中 为了控制变量 上交到北京不同档次的旅馆 剧场 电影院的前台 跟他们说有人已失了钱包 希望工作人员可以联络归还 有 有 有人失去了 有人失去了 他什么丢了 对 钱包丢了 我找到外面 不是我的 剪了 我找到外面 对 我不知道 你带钱包的吗 不是 不是 里面有钱 剪的 嗯 诶 你好 喂 你好 诶 你好 喂 喂 喂 你好 喂 喂 你好 喂 你好 你是落了个钱包在我们这儿 哦 你是找到了我的钱包吗 哇 太感谢你了 我们其实没有就什么钱包 我们在拍一个社会实验 既然你打了电话 那就成功了 所以谢谢你 太感谢了 给力 然后你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人 太棒了 我们加入了微信和电话号码之后 发现联络的Probability显著提升 这个序剧与论文中的序剧 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 证明了两件事 第一 中国服务人员还钱包的可能性 并没有论文所说的那么极端 第二 中国人都会倾向于采用电话而不是邮件 正是由于测试方案本身 没有考虑国家和地区的特性 在欧美这种 邮件文化发达的国家 和中国这种邮件普及 但不活跃 电话号码是联络的 主要手段的国家 采用相同的调查方式 才会得出这种 并不准确的结论 这也是外国人研究协会 一直致力于做到更好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